新北市新庄警方盘查一名行急可疑的民众 短短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人马上被压制上号 被逮的移工还一度挣扎想跑 吓坏了民众 另外新北市领口有民众拍下了惊悚瞬间 警方拦查可疑车辆 车上的逃逸移工竟然猛力的推开车门 冲撞攻击警察 跑了三个人 黑色小客车转角被拦下盘查 两名远警赶紧用刀抵住车门控制等支援赶到场 而车内包刮驾驶塞了六个人 突然间副驾驶座门一开 男子窜出来猛推了警察一把 后面第二人跟着跑推挤攻击远警 跑了两个后座乘客也打开门 一流言逃跑 警方随即尝试开门 要车上驾驶乘客通通不准动 抓逃犯的电影情节真是上演 警察就跟在后面叫他拦下来警察 警察又喊不准跑就不准跑 远警险些重摔倒地 要是对方持棍棒利器 警察肯定挂彩 最后车上六人带到三人 其中一人确定就是逃逸失领移工 他们早就被警方锁定 最后在新北林口志强街南下发生冲突 而逃走三人警方正全力追捕 新北市新庄也有逃逸移工 被警方盘查当场露线 你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 我是哪里人 你要不要给包卡 我有哪里人 哪里人 这跑得这么好的 你逼人 看到警察紧张得不得了 最后还是被压制上口 警察为今年一月遭通报之 刑方不明移工 请寻后移请移民署新北专情队续办 逃逸移工非法打工 警方追逐的惊险瞬间 募集民众也真的看得单战行精 解鹏玉周中林新北报道 然后再评里面 这个时间 怎么办